接下来我再做一个叫做 子类别产品分群分析 各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子类别 因为类别有三种 类别有三个子类别 它这里面有十九个 所以我觉得这边比较好去说明分群 分群是什么意思呢 分群就是把这些 例如说子类别它的销售额 我先画一个直条图 它就会把这些的一个产品去做分群 好,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做分群 怎么做把我们的子类别去分群 所以我们一样先画一个散布图好了 散布图 然后子类别 产品的销售额 所以十九个放在这边 Y轴呢 Y轴放的是利润 Y轴放的是利润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 这么多的一个 十九个子类别 我们把子类别打开 类别标签打开 然后放大一点来观看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分群呢 请问一下 你觉不觉得这一类的 这一类 这一类的商品 应该是公司的主力商品 对吧 那这一类呢 应该是公司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商品 例如说 请问一下 假设你要当正品的话 你会拿主力产品来当正品吗 不会吧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对于产品 你是不是可以来去做一个基本的划分 所以这就是使用分群的工具 怎么做分群呢 请问这张散布图会做吗 子类别的散布图 所以第一个选择的是详细资料选 子类别 接下来X轴是不是销售额 Y轴利润 所以公司的主力产品 书价是最好的 就是它的销售额越右边越高 然后利润它也是最高的 所以了解了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如何做分群 分群在这张图 这张图的右上角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自动寻找重极 自动寻找重极 这边重极数 重极数我们选2 2可以吗 2 可不可以选3 4 5 可以 可是假设你今天要针对你自己的目的来去选 比如说好了 我们把精神疾病 我们分成5个类别 什么 之前考试都背过 可是最重要是什么 自闭症 那个我们都已经不能叫自闭症 叫类自闭症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群 然后这边也是一群 那请问到底要分两群还是三群 比如说我们把公司里面19个类别的产品 我们分成两群 来去看哪一群是主力的产品 哪一群是就是很一般型的产品 好 所以这边我会选择2 正因为这个2是由我们人为来去设定的 所以它就叫半监督 半监督式的一个机器学习方法 确定 然后当我们做好这个分群的时候 这边它会认为这些是同一群 它其实做法像K-means 它是拿这个正中心 假设正中心落在这边 跟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正中心它是不是有画圆的一个方式 只要是在半径以内的全部都会归类到这一群 可是为什么这个点会归类到这一群呢 那是因为这个假设中心点在这边 这边到这边的半径 跟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中心点 这个半径 你觉得设备是不是应该归类到这一边 它是任中心点 看得懂吗 假设这边有一个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到这个设备距离 假设这个地方是 长度是一个X 那这边这个中心点到这个设备 是不是二分之一X 可以吗 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比较短 所以它就被分在这一群里面了 这就是K-means 你们有没有兴趣来玩机器学习 应该有吧 进阶课程不教这个东西实在是好可惜 到时候跟随一人发一张纸 我给你们30笔资料 我们来去看看 人家怎么来去做机器学习的 保证那一堂课上完之后 你的收获是很多的 你不能永远只停留在以下那个阶段 来去看数据分析 可以吗 这都是别人帮你算的 可是你有没有兴趣想要知道 K-means的原理 好 这叫机器学习 请问这边我们是不是分好群了 这边是不是一群 这边是不是一群 所以你会针对这一群把它定义为叫做主力产品 这一群把它定义为就是一般公司的一般的产品 如果你今天你要 例如说再去做一些设变 再去开生产线 加开生产线 那我觉得应该是以这边的主力产品为主 如果你要去做打广告 应该也会以这边为主 对不对 对吧 可以吗 分群 分群很简单做 就是点这个点点点 然后现在就不能做 现在只能做移除 可以吗 移除的方式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删除 删除 然后这边图力就把它关掉 它其实图力就是划分颜色的差别 然后这边你看是不是又开始重新做了 我还是一样 我觉得做两群就够了 你看分出来还是一样的结果 因为这个中心点的开始是随机的 随机也许他选到这个地方 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针对他所选到的这些 然后重新定义 这些位置的中心点 当做是中心 做好多好多次的 iteration 那个一带 就是做完一次之后 再做第二次找中心点 然后再做第三次找中心点 然后找到最后 最后所有 所有他的一个长度距离是最短的 他就算完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也许这段你可能听不是很懂 但是至少 请问是不是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 指产品 指类别产品的分群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